上海街和石龍街的交界 有一間不顯眼的稱號 外觀雖然舊,但掛滿了稱的店面 吸引了不少途人好奇地停在這裡看一看 細心留意店面掛出來的稱 就會發現他們有不同的大小 也各有不同的名目 東主河太說,以前稱的種類比現在還要多 很多,有雞稱,有蕭蠟稱 總之有什麼稱都有 稱鴉片煙的稱都有 但工榜和電子榜崛起之後 不少沒有人買的稱都不再生產 而河太的稱號也不再像全盛時期 會請做稱師傅和學徒 現在的稱全部都由他的師兄做 再由他做最後的加工和調整 稱現在最受藥房的歡迎 河太說因為他可以拿到白紙櫃旁邊 而他內用和輕巧也都令部分用家 擱心是手造稱 有些說那些榜不耐用 有些是離不早的 有些是年紀大了 看榜他很難看 要控下去,他把稱就對著他 看得清清楚楚 至今已經有90年歷史的稱號 是由河太的爸爸開設 小時候有空就會跟爸爸學做稱的河太 長大後都會去到稱號幫忙 撿頭撿尾 直至爸爸離世,他才接手生意 一做就是40年 年他都快80歲 我的兒子叫我退休 我說不捨得 都說我爸爸學師時很有行心 我怎麼保留他 始終稱不離陀 在沒有年輕人肯入行的情況之下 河太說現在是有一日做一日 希望可以守住爸爸的心血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